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豪何盃拳 今次為大家示範的是茄汁焗豬扒飯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當然不少的主角就是兩塊豬扒 番茄兩個 洋蔥半個你喜歡用一個也可以 還有幾粒蒜頭 冷飯有兩碗 雞蛋有幾隻 有麵包糠 麵粉 不少的是芝士 醃料方面有鹽 糖 澱汁 茄汁 紹興酒 鮮露和雞粉 首先醃豬扒 兩塊豬扒我放在碗裡醃 醃料方面有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紹興酒 少許的麻油 和少許的胡椒粉 然後加入少許的雞粉 然後加入少許的雞粉 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可以放在冰箱 醃半個小時 最好一個小時 這樣更加入味 醃過豬扒之後 然後處理番茄 洋蔥和蒜頭 你喜歡多就少 兩三粒 拌勻 拌勻 然後洋蔥 如果是大的洋蔥 就半個 小的洋蔥 你可以一個都可以 把它切四方粒 番茄最好是去皮 撕了皮 切會更好 吃的口感不會有餘 好了 我們就切了洋蔥和番茄 然後我們就做這個茄汁 這個也是主角之一 這個醬汁方面 有兩湯匙的茄汁 兩茶匙的季汁 然後是一茶匙的生粉 一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鹽 和少許的鮮露 然後把這個汁拌勻 好了 接著就加了半杯的水 如果喜歡的話 好吃一點 可以用雞湯也可以 拌勻之後 一會兒就要來 煮這個番茄醬汁 好了 接著就炒飯了 通常人們炒飯 就喜歡在鍋裡炒飯 然後加雞蛋下去炒 但我喜歡 未炒飯之前 我就把冷飯 先拌勻蛋汁 每一粒米都會有蛋漿 炒上來就粒粒都會有雞蛋味 將它拌勻 因為通常冷飯在冰箱 都會有起一塊塊 如果你現在放些蛋汁 將它拌勻 一會兒炒的時候 就非常之方便 好了 我們炒飯之後 接著就煎豬扒 想豬扒煎得脆厚一點 我就會蘸蛋汁 和麵粉和麵瓜糠 煎起來就會脆厚一點 豬扒我們煎到兩面 是金黃色 其實煎到八成熟都可以 因為接著我們還要焗豬扒 所以可以煎到八成熟 兩面都是金黃 我們煎豬扒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番茄醬 加少許油在鍋裡 然後我們爆香了剛才 泊過的蒜頭 爆香些洋蔥 好 接著加一些番茄 剛才我們預先把番茄去皮 煮起來容易煮一些 而且容易入味 爆香了蒜頭 洋蔥和番茄之後 然後加上剛才做好的茄汁 放進去 讓它慢慢煮滾 煮到洋蔥和番茄都軟 一會兒就可以淋在豬扒飯上面 好了 我們的豬扒已經煎好了 醬汁都煮熟了 現在我們先把兩塊豬扒 放在剛才炒好的炒飯上面 有些朋友喜歡把豬扒切件放上去 但我喜歡整塊 因為吃起來好像鋸扒一樣 接著我們就淋我們的番茄醬 淋在面上 接著我們就灑芝士 因為不是很喜歡吃芝士的朋友 你可以不放芝士 但焗豬扒飯不放芝士 不可以的 那你喜歡麻糬扒也行 你喜歡吃芝士就可以 如果真的不想吃這麼多芝士 都可以放少一點 我很喜歡吃芝士 所以我就灑到它滿了 然後我們首先 剛才已經把焗爐 攪熱了350度 然後就放在焗爐裡面 大約是焗10分鐘 或者是當芝士融的話 那就OK 因為飯炒熟 豬扒也煎熟 還有醬汁也熟了 所以接著就把焗豬扒飯 放在焗爐裡面 焗10分鐘左右 謝謝HOOHOO 教我們做這個 HOOHOO味焗豬扒飯 是不是看見都流口水呢